《 劳斯達新書發布會》 10月15日,星期六,下午4點於 MyRadio 舉行 報名請電郵至圖中的地址 標題請注明報名參加新書發布會 名額有限,報名重速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早晨,到第三節 大香港早晨,MyRadio和二月時報聯播的早晨節目 剛才那節,對不起大家 再放一些 沒有 你知道,一年有365日 有時366日 通常人就是這樣 因為總會搞很多不同的節日 例如有母親節,孝敬母親 有父親節,孝敬父親 有秘書節,孝敬秘書 有護士節,社工節 情人節 情人節,兒童節,國際兒童節 兒童節真麻煩,有兩個節 有身力足力的 有不同的節日去對某一些行業 或者某一種身份 身份 家庭崗位 有一些的志意 但是呢,就會有另一批的人士 走出來說 嘿,如果你是對嘟嘟有心 就每天都是嘟嘟節 如果你對老母親是有心 每天都是老母節 這個是對情人講最多 如果你是愛你 愛我的話 每天都是情人節 這些是最賤格的 因為呢,說你每天都是那個節 即是每天對你都不好 但有一天的話 起碼都會被迫對你好 這是妥協的結果 因為每天都是情人節 那你媽媽會不高興的 一年有三個情人節 是啊 不是,有點屬於男人的 那就是這樣 那為什麼會說這件事呢 就是因為 湯姆找了 有關我的事 你選擇的嗎 不是,我選擇 不是,你選擇嗎 雙傑選擇嗎 雙傑選擇 就問一下怎樣 監製 監製雙傑選擇 現在是全香港最受歡迎 早上節目選擇的 監製選擇 那昨天呢 原來是一個特別的日子 是什麼日子呢 說你也不相信 世界肥半日 世界肥半日 那應該對哪些人要對得特別好呢 肥仔 Hello 各位,大家好 這裡 各位,大家好 今天,就是蹦後人被蹦後人 那些肥妹 雙傑搞了這些事情 你說的就是世界肥半日 昨天而已 昨天而已 昨天 但是,對於我來說 天天都是肥半日 梅菜溝肉飯而已 好了,國際肥半日 好有公共性 就是國際性的 因為昨天是 世界衛生組織 西衛搞的 西衛的 你聽的名字都知道 肯定是西衛那些人搞的 2016年5月 就是這個第六十九屆世界衛生大會 就有個決議 就說這個 按這個 委員會 原來世界衛生組織 終止兒童肥胖胖症委員會 的建議 就制定了這個 終止兒童肥胖的國家策略 也都有這個肥半日的誕生 決定了 每年的十月十一日 都作為這個世界肥半日 昨天來說 那個世界肥半日 就有個主題 叫做 克服兒童肥胖症 是這樣的情況 你說香港 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其實就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你看看政府的新聞網 去出這些相關的資料 只不過是說說 香港小學生超重的問題 或者說本身衛生署 都有不同的計劃 例如那些什麼 幼營啟動 很差的名字 幼營啟動校園計劃 就是小時候的營養 還有喜歡活動運動多些的校園計劃 還有健康飲食在校園的運動 就是說類似這些 叫做針對兒童肥胖問題 本身有做的事情 就提出來 那關於昨天那個 叫做世界肥半日 其實就沒有什麼特別的活動 至少官方沒有什麼特別的活動 香港一定不注重這件事 或者他都注重不來 我往後在這一節就會說下去 如果根據東方 昨天的報道這樣說 就說今天是世界肥半日 根據衛生署的數字 這個數字真的值得有趣地參加 香港中學生的超重和肥半比率 就由2010年11年那個學年 18.7%增加到1415年的19.4% 數字就表示 每五個兒童及青事團裡面 就一個人是超重或者肥半 情況就令人擔憂 那證明了什麼呢 證明就是 那些人越來越肥 證明那些小學生 根本現在的小學生 你就要看著他 因為他升了中學的時候 他們就越來越拿命 那現在就是 這個有個數字就是說 肥仔肥妹飆升 五個中學生就有一個超重 其實是很容易就會導引了一個位置 就是大家的… 就是這樣都還好 其實… 因為我看過幾份報章說這些世界肥妹 不是很多人說 01有說 東方有說 剛剛你出的那個是… 那是政府資訊 政府資訊 政府他們有這樣說 大家都很容易導引了去飲食的問題 就是說 吃就肥了 不吃就肚餓了 所以吃就肥 所以就處理吃的問題 就是… 又是成如我之前好像說 胡瑞山這樣說 喂… 這個世界不是那麼… 那麼直接 就是說… 那個年輕人沒有人去照顧 那就要找人照顧 不是呀 如果你有錢一點 或者你的家庭是可以由媽媽照顧 那就不用托兒了 喂… 要一個闊落一點的一個frame 去看那樣東西 會不會… 才斟酌到那個問題呢 其實在說這些肥胖的飲食問題 其實就想起… 剛才我說的就是Jimmy Oliver Jimmy Oliver 其實上年有個… 上年9月 2015年9月有個報道 就是說其實… 其實他因為多年來 都是致力歐美兒童的飲食問題 就是很想去改革校園的善食問題 去改善兒童肥胖 做過很多次 做過很多次 但是… 唉… 但是都是… 我想說的 就是… 譬如他試過就是… 燒一隻很漂亮的雞 燒一隻很漂亮的雞 很美麗 就是… 燒得很金黃 很香 有焦的焦 不焦的不焦 有脆皮的雞 放在那裡 然後他即場就做麥樂雞 給你看 攪爛內臟 雞皮 很多血 雞肉 攪爛 然後就用一隻羹 拌到一塊 一塊 炸完之後 一隻燒得很香的雞 還有我剛才攪爛的麥樂雞 你選哪一個 我都選麥樂雞 這樣 浪費了 這樣 去到… 就是… 越窮的人是越肥的 這個黃倫達也有說 因為… 因為吃醬食 因為醬食便宜 最便宜的醬食便宜 你到處吃的那些… 所謂魚蛋燒賣 大部分都是爛鬼麵粉 然後另一方面 用很多油去炸 為何用油炸方便 做起那些… 油為翻炸再翻炸 是 砍到油上 我又不用看火 又不用看煮得好不好 會不會過燒或硬 不用 因為怕人家說 熟過三成 就像吃鞋底一樣 那你吃鞋底 那些容易煮 總之丟掉下去 又請過姐姐回來 又不用教她怎樣煮 總之我弄好一塊塊 一塊塊給你 你就丟掉下去炸 然後淋了些油 總之人家來買 總之只是問一句金句 辣不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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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是這樣 辣的便放辣油 不辣的便放給你 乾真真 一定是這樣 而最後那些不外乎 就是油 牛油 炸粉 麵粉 一大堆 糖 鹽 是的 糖鹽 大量調味料 令你需要喝更多水 那便水中 MSG 即是微蒸 微蒸又是一個 令你需要喝更多水的主要原因 因為微蒸沒有味 微蒸主要是增加你口水的分泌 所以你才覺得那些食物好吃 因為你多了口水去感受那種味 所以你需要喝更多水 那樣當然肥 但是是否只是從食物入手呢 我又用另一個角度想 我們讀書的時候當然沒有那麼多肥仔 跟現在有不同 我們的年代應該 甚至過瘦的人都是多 或者再早點的年代也沒有那麼多肥仔 但是我想問 那時候的年代我們吃甚麼 其實都是吃過那些東西的 其實那個飯盒都是有那麼多汁 總之我們要務求那個豬扒飯塊 豬扒是蓋過那些飯盒 蓋過所有東西 那便要抵食了 以前都是吃魚蛋的 以前都是吃燒賣的 以前都是煎上三寶的 以前都是雞蛋仔的 以前都是沒錢的 我們都是窮的 但是沒有那麼肥的 即是那個才是我們要 即是你一個 即是中向這樣看 你要看以前都是吃這些東西的 當然現在會更過範 現在會更加可能是富裕 大家利用錢好了 現在是賤星巴克 現在賤一杯 賤一杯大的 那你就金了 已經是肥肥發癲 但是只要以前賤可樂 不是當水喝 以前 依然是斯洛冰喝針 對,就是斯洛冰 就是這樣賤 以前賤這麼多燒賣 就是雞蛋仔 又是雞腿 又是油腿炸腿 以前都是這樣 其實要問那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 當然也是不健康的 當然也是不健康 那為什麼今天的世代 會化身成為 為什麼大家都這麼肥呢 那這個就是衛生署 控制不了的事 其實我是覺得 是現在的年輕人不動而已 年輕人不運動而已 我觀察不知道有沒有錯 其實球場是少了人 我不知道你是否覺得 因為郭文是踢球的 因為現在我踢球的 全部都會預約場 以前說我讀書的時候 就是下場 郭文也是肥的 但是我肥在肚腩裡 你說郭文是踢球 你打算運動多些 不是 我們過了某個年紀 也少了運動 運動夠多 但是你只是斟酌年輕人 你不要說我針對郭文 好像郭文一樣 都會做運動踢球 但是其實很多時候是欺騙自己 不是 我們這年紀當然是欺騙自己 我們這年紀當然是欺騙自己 但是我想說 我們現在都會去做運動 但是我們的觀察得回來 就是我自己的觀察 我不知道郭文看 或者大家聽眾觀眾 有沒有在街場發展 是少了人的 可以有兩個說法 第一就是真的少了年輕人打球 第二就是球場多了 因為你建了樓旁邊 你怎樣也要有一個半個球場 可能是因為這樣 現在跟隊是容易的 如果要打樓球來說 李老母以前在維園 或者在修盾跟隊 或者是花墟跟隊 你輸一場可以執包袱走 你起碼九個字才到你 跟六七隊 又男又女又 又甚麼人士都有 現在沒有了這支歌仔 不知道是否跟小人打球 或者用了另一種方法 就是用了另一種方法做運動 不過有這樣說 跑步就很多 如果你在我試過 就是經常的 街拍 夜晚 不是運動場 四百米的圈 很多人 你走去 我試過 因為 整百人在那裡 在牆裡 神經病 好像一班竹體布龍 還沒有Pokemon GO的時候 很多人跑 跑到水舌不通 那方面又多人 但是其實會克服那種悶去跑 其實都是上年紀 上年紀就是25歲開外 至少到 如果不是你會選擇一些 可能其他運動 跑步可能是另一種 那我是覺得 大家都是吃過一些東西 大家年輕 大家都是不肥不肥 以前都是 現在走去斟酌 不是的 不如小賣部賣沙律 我小二十年 你跟我說 我入到小賣部 你對個C7Seller 給我 你拿一刀來 學生會 不放過你 不暴動 那時候 沒有油比怎麼生存 作為一個中學生 老實說 就算你的沙律 有時候都會很肥 你看下什麼醬 這也是 但是他現在口講 就是經常說 用食物去入手 又說不要三高 食物又要低鹽低糖低油 低能 我覺得一定是對的 墨園 墨園多少肥豬 當然是對 怎麼好吃 當然要下雞 當然要吃 我們現在當然要控制 我們一百年多 但是年輕人 其實那條血管的彈症 哪裏受不了 除了個別 一些先天身體 不太好的人士之外 當然是對的 瘋了 但是問題就是 你吸收回來的卡路里 那個熱量 你有沒有辦法走 你有沒有辦法 其實你沒有理由 你沒有理由削足就你 沒有理由 就是說 那些東西肥就吃少一點 學生哥 十多歲 新陳代謝率那麼厲害 那頭吃那頭出的 不是瘋了 你要輕易做運動 就走回來 有什麼問題 用在體育局講那麼辛苦 我們做很仆街 才能收到三兩寸腰嗎 年輕人不用 但問題就是 幾件事 這個牽涉到 連今晚夫人講仇有 仇有這個問題 第一就是 我原來今晚想講 肥仔 不這不止 不是說不是 這樣 大家不太喜歡運動 我覺得現在這一代 某程度上 當然仍然有人去喜歡 沒有人是說 好了 沒什麼要做 就去打球 射一下鍵 都叫動一下 或者走到球場 在街上 不知道哪裡偷到球 回來 就圍著那個籠 射一下球 都叫動 因為你踢球 不知道踢到哪裡 要跑去撿 那些都是消耗 我懷疑現在 我懷疑而已 我沒有真正觀察 但起碼我觀察 街場是少了人 任何時間都不多人 或者就算多人 什麼時候多呢 現在多了就是 一些 真的有隊的訓練 就是已經入了訓練 然後就預訂了街場 去練球二三十 這樣就會有 但你預訂的場 就是這樣 所以那個未必很準確 所以我覺得不是那個飲食物 而是有沒有運動 運動 動不動 當然不動 功課壓力這麼大 又是TSA 又是這個測驗 那個補課 又要補習 我根本沒有時間做運動 做完功課也十點 我吃幾少都會變胖子 就是了 做完功課也十點 我課學花要顧這麼多事情 又要彈琵琶 又要豬心蒜 又要硬不舒法 又要芭蕾舞 又要奧素 做這麼多事情 然後你又嫌他肥仔 那怎麼辦 不要緊 我多報兩個班 分別就是游泳 和草地滾球 但那裏不是一個多小時 你沒有辦法令他消耗 沒有辦法令他活動 沒有辦法令他精力得以消耗 那就變成肥仔 其實我覺得就是一件這麼單簡的事 但是你走向那個位置 不是 衛生署就說 你吃少一點吃得健康一點 當然 因為衛生署沒有辦法出個聲明 告訴你 我是建議教育署多些體育課 教育署會生氣 教育署就吵你了 這就是一個分工的問題 但是 為什麼不可以呢 為什麼不可以讓小孩去跑動呢 讓小孩去活動 我現在都有提倡 尤其是幼稚園那些小孩 都會提倡說 要多一些所謂的遊樂活動 讓他們可以動一下 那你幼稚園有多肥 很肥的可以 可以很肥 但是 其實 最死亡的重點 以我個人 個人經驗 你一定相信我個人經驗 你現在開視像 看看我的身影 看完了 最死的 當然是五六年級 上到 Form 3 那個青春期 你稍微吸收 你又稍微不去支出 那裡發育 那時候我也會打球 但是有時候恨錯難了 有些事情 肉都不夠多 就算你打球 因為 譬如你有聽過大台 早前偷夠菜這樣說 其實因為之前 我讀心理學是有讀過的 其實肥不肥呢 是一個心理影響 其實戴坑是說得對的 嚇過身體的 其實嚇過身體 告訴身體 你要付出多少 所以你的身體才會瘦 或者轉成肌肉 而那個磅數的高低 不是因為你短時間 吃得很多 然後就會變成肥仔 其實那個是有條線的 譬如你腦告訴你 你是需要170磅的 那你170磅 就算你那一陣子不斷打火鍋 不斷放題 你飆了六七磅肉 即飆了六七磅的重量 其實你就算不做運動 你只要變回一個稍微正常的飲食 正常飲食是照對 五香肉丁公仔麵這樣說 你都會回復下去 你都會瘦回 是因為那條線是腦子給了你的 但是 但是如果你一直 從小到大 或者青春期的時候 發育得最厲害的時間 你有這麼大的吸收 但是你一不去支出 不去運動 就high 而身體定性了 你是那個這樣的格局 你就很難回頭 雖然其實都可以 但是你要付出更多 而肥胖是否問題 肥胖肯定是問題 這是一個公共醫療的 將會變成很大的負擔 這個是從來都是講這件事 而這個肥仔的問題 其實不只是講這十年八年的事 你說是二十年有多都不為過 即是我這一代 我這代都是肥仔多 即是大家傾向富裕了 不是富裕了 大家就吃好些瘦 那個富裕是大家有多些 有十元八元的閒錢 都去刀串魚蛋那隻肥 不是說大家很有錢 那我就變成吃些 吃些沙拉 不是不去到那隻 而是大家有閒錢刀魚蛋那隻 那又不是窮到說 我只是靠刀魚蛋去捱一餐那個年代 那其實也是 也都是耐的 即如果你真的講肥仔 接著去到 喂 那我也三十幾 那你說再多些 我的上一代那些是怎樣 就是因為經歷過經濟起飛 然後就大家好像剛才說 吃鮑魚大魚大肉 即是晚上一放工就 辛苦找來自在吃 民意食為天這兩句真是害死你 接著就應酬 又煙又酒 又包心仕肚 接著現在就三高 即是我家裡的舅父 那樣 就開始要收身 現在瘦了他們又 老來要還 我也明白的 我們這代就是 沒有那麼小 那麼吃我吃我吃 現在又吃重複 即是我們這代 或者下這兩代就是重複 帶來的病痛當然是多 即是血管 心臟的問題 或者如果再肥一點 即是肥過我那隻 其實我不太肥 其實 是的 我肥一點 我肥一點 即是那個重的問題 腰背 腰背 膝關節 那個影響會更大 即是你去到六七十歲 打後 如果你連行的活動能力 都受影響 這樣 這樣 這樣是更加 更加對公共治療開支 還有對於你自己 還有家人的照顧 也是更加深遠 當然這個是講幾十年後的事 這樣 所以怎樣說都好 即是你說 從管治角度來講 政府角度 當然不是單純地說 吃得健康 雖然吃得健康 但是 你跟我說不是啊 你跟我說 中二中三的時候沒有炸鼻 我讀書已經那麼辛苦 不要搞我 但是 有好的 即是運動 或者養成做運動的習慣 其實是對於 對於大家都是好的 即是對於 政府也好 或者對於我們健康 都是好事 即使大家都已經 聽著 都已經做著一把年多 這樣 這樣 可以爭取時間都做運動 譬如就是 今晚的體育救世 今晚的 幾點 8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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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到 英軍陪越來拖救世 我們一個星期兩次 或者遲些會更推出更多的 希望大家健康 和做運動 星期四 星期四 星期四在港島 是真的 即是 你可能上個月還在說 這些是一些選舉的 宣傳運動 現在不是 但是 既然都凝聚了大家 以及 你都看到大家都瘦了 即是 我拖救世 我拖救港的時候 做了兩個月都 我講一首十二三磅 但是 近來沒有去 是因為 我做完整傷 因為太傷了 做到 整傷了 超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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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我只會痛 我覺得 如果英軍那些回答你 就是 你只不過是懶的 來吧 我又很害怕 我又 不過今晚又不來 我已經連續幾個星期沒有來 是因為 我今晚約了人打球 哈哈 我今晚又操了 小孩也要 大人也要 尤其是 如果你有小孩 你是家長的話 你盡可能 星期六日放假 那就 衝出去 做運動 大家出去 草地跑 怎樣也好 不難搞的 好了 我們這節先講到這裡 回來 湯姆怎樣唱 然後怎樣唱